那当年大圣多么风光 是不是 为了静静 咔咔咔咔跟人打仗 我没踢开 我没踢开 聂医生 工地上刷下了个小孩 体内插进去四根钢筋 有一根滑铺的心脏 如果家里有人生病 或者出远门 记上一条亲人为他编的红绳 不管多远的路 都不会迷路 聂总 他那个脾气性格 跟熟人都不好意思开口 何况是跟陌生人借钱 平平住院的那个费用 都是他老板 主动把钱借给他的 我吃好了 对不起 聂医生 我丈夫工作太忙了过不来 签字我一个人可以吗 什么工作 比孩子动手术更重要 他们跟这个项目 是有拿回扣的 如果这么下狗 干脆这项目就停了 手术我也不做 你那个时候可出名了 谁不知道医学院 有一个聂语生啊 铁人似的不睡觉 每天不是图书馆 就是实验室 年年年减学金 不要命是 其实我特别想问你 你真的这么想当医生吗 玩命拼呢 你说 不 我花那么多钱送你上学 我不是让你去学医的 我是让你学金融 是要来继承我们事业 你的商业低谷 我不稀罕 我就是想去学医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学医是为了干什么 你就是为了那个谭静 要给他爸治病是不是 那你挣钱不也是为了女人吗 你以为你那些女人 没有钱会愿意跟你 我只能给你 那我再告诉你 你如果坚持要学医的话 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你 我一分钱都不会拿你的 那你就在外面饿死 穷死 好吧 照顾好你自己吧